各位 如果对于移动PC市场稍有关注的朋友 可能最近就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 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多了很多厂商去做所谓的PC掌机 不仅有我前段时间评测过的GPD V3 还有许多其他的竞品 现在根据专利显示 甚至连腾讯这样级别的企业 似乎也想进这块市场分杯根 那这个市场有什么奇特之处 是市场潜力巨大还是另有引擎呢 本期节目就来尝试着和大家聊聊 何以腾讯也想要进入移动PC或者说PC掌机 这样的跨界产品市场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 其实掌机形态的PC 说这样的设备用来以掌机的形式来玩一些PC上的3A大作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产品绝对不是什么新概念 几年间陆陆续续就有很多厂商提出过类似的东西 咱们在今日谈里边也曾经聊过 但这些产品呢 要么是这个价格过高 要么是停留在概念阶段 要么是小规模的市场之后就要无音讯 总之啊 并没有真正的大规模上市 这个东西真正开始活起来 变成大家可以用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去购买的设备 而且真正是可用可玩的设备 大概就是从去年到今年这么一段时间 为什么这样的设备 所谓PC掌机这样的一个东西 开始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出现 首先我们聊聊这个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因为目前所有已经上市 将要上市 或者曾经说自己要上市的这些PC掌机 都没有一个的核心部件是自研的 CPU或者说SoC 当然都是用的市面上的要么AMD 要么Intel的解决方案 对吧 毕竟你自己去做一块CPU 去做一个SoC 那个是非常夸张的事情 全球有能力去做的企业也是寥寥 所以其实之前所有的呢 都是用市面上的成熟方案去做现成的解决 无非是在外观设计上啊 在一些细节设计上 加入自己的想法啊 去卖一个创意 卖一个概念 那可是当初啊 无论是AMD 还是Intel 它的这种啊 移动芯片在功耗上和性能上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所以这些产品真正上市之后呢 往往啊 并不能够达到预期 甚至是在这个 小规模市场阶段 工程样机的阶段 就发现这个东西 如果真正上市之后 恐怕也要为人所唾弃 所以最终就不了了之 那么现在能够上市 就是得益于新的这个 非常非常的这个制程啊 纳米非常小的这么一个 一系列的产品 它的性能在功耗 在价格上得到了一个 比较完美的平衡之后 这些产品得以上市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 所以从去年初到今年头 尤其是使用11代 Intel的CPU的 这些产品开始上市啊 包括这个使用AMD解决方案的 也都有对吧 开始上市 其实是得益于CPU 或者说SOC这一块的进步 和这些厂商 和这些本身的产品提供商 并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 说技术贡献在里面 这个我们要认清 当然它把一套这个SOC 把它真正做成一个产品 然后可用的东西去推上市 这个本身也是需要有技术力的 但是和芯片所需要的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啊 这段时间开始上市 其实是得益于 这些芯片本身的进步 这个是好理解的 那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这么多厂商 想要去做 包括腾讯 都好像对这一块市场 有所亏视啊 想要去进入 这个是出于什么考量 我觉得大概 从三个层面可以去谈啊 三个想法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可以做 一个是值得做 第三个是我想要做 就这三个条件满足了 这些产品才能真正的去做呀 对吧 那很简单 就是东西啊 我想 我觉得可以做 我觉得市场很大 可是根本做不出来 这没什么好谈的 对吧 或者反之亦然啊 说做得出来 可是呢 我不想做 因为市场太小 所以这就拉倒了 那么现在整体来看 就从三个层面上 都是可以去搞的 可以做 刚才已经说过了 因为CPU 因为SOC 这些东西制程上的进步啊 各方面的进步 使得这样的产品啊 成为可能啊 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 否则技术上不能解决的概念 过于超前的东西 就算是强行上市 最后也没有好下场 对吧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说你东西是可以做出来 但是为什么要做啊 第二点就在于它值得做 什么叫值得做 就是Switch的火热 使得一众的厂商意识到 其实有相当多的用户 或者说相当数量的玩家 是有着在移动设备上面 去玩3A游戏的愿望的 这个是不能否认的 有相当多的玩家 希望在移动设备上 去玩到3A品质的游戏 可是你想要去 照抄任天堂的那个路数 很困难啊 就算机器做得出来 你的第一方是填补不了的 到时候做个机器 没游戏玩 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unheld console 就是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掌机 做出来了 可是你也没有游戏阵容 这个填补不了 上市之后必然也是完蛋 可以想象的 所以呢 但是这个市场又是巨大的 因为Switch卖得非常好啊 大家都能看到 这个市场是巨大的 而且还有很多人说 OK 虽然是有Switch Switch上的好游戏也不少 任天堂第一方 也相当多的独立游戏 还有一些第三方的优秀作品 可是我还是能够 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款 类似于Switch的这样的设备 但是我能去玩更多的PC上的大作 大家还是有很多人 有这样的愿望 那所以就觉得 这个是值得做啊 市场摆在这儿了 这个市场是很大的呀 所以是值得去做 虽然它是一个细分市场 虽然它是一个相对垂直的领域 但是因为玩家技术慎重 所以其实这个市场并不小 值得往里面去做一些投入 去做一做啊 已经做出来的一些厂商 我们也能看到 它的产品啊 虽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争议 但是整体上的销路 是OK的 所以这个市场是值得做的 对吧 那我虽然做不了那种 完全意义上的掌机 但是我做一个PC掌机 能够直接玩Steam上面的 大多数作品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买单 这个先决概念是已经有了的 所以已经可以做了 同时也值得做 那么第三点 就是我愿意做 愿意做 这个事情就很微妙了 因为主观意愿就说 我希望来做这样的产品 但是背后的动机呢 却不尽相同 现在市面上的中小型的 这些企业 做出这样的产品来 其实还是相对 就是这个是很好理解 他们为什么愿意做 是因为瞄准了一个 相对空牌的垂直市场 而这个市场的潜力比较大 产品做出来呢 总有人去买 能够维持企业的运营 产生相关的利润 所以他们愿意去做 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可是我们就在这里面 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在于为什么腾讯 这样的级别的企业 也对这块市场产生兴趣 这个市场诚然是不小 说腾讯过来 砍瓜切菜 抢走一块市场 应该没问题 所以他觉得 这也可以做一做 OK 这个当然是真的 可这个背后的想法 我觉得更有意思 就在于什么呢 这个市场固然是不小 可是好像又没有那么大 因为腾讯这种级别的企业 去做 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摄取眼前利润 这个是肯定的 可是另一方面 或者说他们更多的思考 往往都是卡位 或者占据先机 这个是他们更多的思考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垂直市场 一旦形成之后 其实会变成一个立基市场的时候 他们可能有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考虑 占据先机的考虑 我们注意到腾讯 现在是代理了switch 是吧 所以他对于这一块3A市场 硬件 3A市场的硬件 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运营 并且积攒了一定的数据和经验 同时呢 他也有vgame这样的代理 当然也有自研的 但是自研的更多是独立游戏体量的 那么3A的呢 基本上是代理的 所以他在软件数字分销的市场上 他也有了一定的经验 所以这些经验被足之后 他现在要来做这个所谓的PC console 腾讯的这个产品本身啊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时机 有一些概念图啊 这个概念图呢 也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啊 这么一个PC掌机 背面写有啊 PC console 有人说有PC console 这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吗 PC和console console有主机啊 这怎么就还混在一块 这不是一个本身很对立的概念吗 可是我倒不觉得这个是对立的 从主机到PC 或者说从主机玩家和PC玩家来看 这个很像动能和势能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可以转换 而并不是说也什么一男一女 好像这种性别上的对立 而且实际上就算是一男一女 在一定条件之下 也可以转换嘛 对吧 所以啊 这个我倒觉得并不冲突 他叫它PC console 可能是希望一方面引起一些PC玩家的注意 另一方面也对一些主机市场的玩家 能够起到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作用 并且底下也说什么for PC gamer啊 或者说什么PC console gamer啊 大概这一类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里面的上面是 我记得上面是散热 应该是内置风扇 底下是USB口 然后一个USB Type-C口 然后还有一个HDMI口 然后这个手柄啊 也上下这个不对称摇杆 然后有这个线性扳机 那么是不是会有HD震动 或者线性马达什么的 不清楚啊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里面的配置呢 没有对外公布 可以想见的 大概率是使用11代的 英特尔的i7 或者说类似等级的AMD的CPU 的移动解决方案 对吧 让集成的这个核显 大概就是这么东西 然后跑Windows嘛 然后可能内置了VGame 然后你自己装Steam啊 装蒸汽平台啊 装这些Epic啊 什么的 就跟现在市面上的这些东西 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那有人说 哎呦 这东西怎么能申请专利呢 他申请的是外观专利 那外观 我总是可以申请专利的吧 你不能跟我 你做你一样 你用一样的解决方案 可以 你不能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咱们这是花钱开的谋啊 对吧 你不能说把我这个 找这个模具厂商说 开个一样的我也来做做 这不行 所以人家申请个外观专利 很明显啊 就是这方面的考虑 那么腾讯做这个东西 真的只是为了挣眼前这些钱吗 还是有更多的考量 我们难免要做类似的想象 我个人认为 它是挤载了3A的硬件和软件市场 的一定经验之后 想要以这样的东西 切入到这样的市场里面来 切入进来本身的目的 并不在于短期能挣到多少钱 这也不可能挣到多少钱 可能第一个是培养用户习惯 那第二个可能是不是 获取一定的所谓的好口碑 第三个大概就在于 对未来一些战略的卡位 尤其是在和任天堂的合作之中 是不是说那以后 渐渐的在Switch的国行 因为现在Switch国行 卖的并不差哦 你说在卖的还可以的情况下 跟任天堂去谈 说我们来合作开发游戏 给到什么这个那个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或者这样的潜在的想法 我们现在都不好说 以前的任天堂 在山内普时代的任天堂 对于这种啊 所谓暗渡陈仓 是基本上比较警惕的 所以当初呢 这桩公案也和索尼 在合作到一半之后呢 就是单方面的撕毁 这样的合作 也在于 有点这个防危杜见的意思 当然后面的很多发展 是一定是超乎了 当初任天堂的想象的 这是另外 因为人都没有前后眼嘛 当然人也有前后眼啊 但是后面的眼睛不用来看 我说真的啊 这个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想不到 以后会发生什么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可是当初任天堂 对这方面是非常警惕的 甚至是啊 因为流露出类似的想法 山内普甚至可以把内定的接班人 他的女婿荒川石流放 这都可以做到 所以当时对于任天堂 对于这块是很警惕的 但是现在的任天堂 是否还只有当初那样警惕的心态呢 或者说想法是不是会发生改变 也许有一天就松了口 毕竟也出现过任天堂的东西 去登陆神盾这样的 而且是真假伙啊 可不是那种什么和菲利普合作的那种 什么播片塞尔达 实打实的这种啊 第一方的作品也登陆过神盾 所以会不会日后也会有所松口 和腾讯啊 某种程度上去达成一些协议 腾讯利用这一块进一步的 撬开主机市场的门呢 也不好说 腾讯现在是站在门外看风景的人 他总是想伸一只脚进来 但是门里的人呢 不是很配合 包括一众玩家 似乎总想把门关上 让人把腾讯挡在外面 但是腾讯似乎又不死心 所以这个东西往小的说 可以说只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布局 反正你有我有 我们就坐着玩玩 防止哪一家坐大了以后 对我有影响 对吧 那可是从远的说 这是不是腾讯大战略中的一环 可能这个我们还需要时间去看 还是那句话 人啊 不是没有前后眼 人虽然有前后眼 但是其实看不了那么远 OK 这个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吧 因为我们现在手上 缺少必要的数据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关注这个新闻 等到有进一步值得聊的话题的时候 咱们再找机会聊 接下来呢 还是广告时间 还是我的淘宝店 淘宝店里这个耳机啊 还没有上架 有人说 哎呦 这个赛瑞的耳机 说品牌的 是不是不能随便上架 可能是有相关的限制 但是二手没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卖的新品 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 我这了不起走 咸鱼也可以卖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说懒 我 我起码要保证这些耳机 测试一遍 用用 是没有问题的 我两个测了 还有一个 NS那还没有测 正好等到这个RICE上了之后 看看是不是和小朋友们一起玩玩 我是一个对怪力 完全 完全苦手的人 可是如果周边玩的人很多 也许我会去凑凑热闹啊 不好说 呃 所以现在暂时还是收费节目啦 收费节目多种多样 还有一些中古游戏 大家看着去买买啊 这段时间坦白的说 因为有一搭没一搭的零食也是 哎 家里的琐事真的是很多 哎 不说这些啊 反正大家去看 总之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